這個檔案我們要來介紹 這個函數的圖形 那在這個坐標平面上 如果你下去把所有 這個滿足y等於f of x 這個函數關係的所有的這些點 都給它描出來的話 都給它連起來的話 它所得到的這個圖形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這個函數 它的圖形 那什麼樣子的點呢 這個x坐標 就是這個函數裡面的這個x 它的值 x這個變數它的數字 那麼f of x就是y f of x它就等於y 你帶入不同的x就得到不同的y 所以一個x一個y 一個x一個y 它就形成了一些點 那你把這些點把它連起來 這個就是它的圖形 譬如說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假設說呢這個y等於f of x 那麼這個函數呢 它是這個x加1 它是x加1 那這個圖形呢 要做的時候 我們先下去呢 找一堆的點出來 那這些點呢 我們應該是要找得非常的密 那不過呢 我們這邊 節省時間起見 所以呢這個x 我們先帶-1下去 s帶-1-1加1 y就是0 那s帶0下去的話 y是1 那另外呢 如果你把s帶1下去的話 1加1它就變成2了 那應該是要再多找一些點 這樣子你就可以看出來這個圖形 到底長得像什麼樣 那我們再找一個點 譬如說s是2 如果s是2的話呢 2加1這個y就是3了 我們這邊都是用整數 其實呢應該還有小數分數 在-1跟0 01之間 好 那麼做圖的時候 我們就下去呢 先把s軸畫出來 再把y軸畫出來 接下來呢 你就把這些點 通通給它點上去 首先呢 它是通過這個 -0-1 -1-0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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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如果說你的點夠密的話 同學把它畫在方格子上面 那你如果把它連起來呢 那你會看出來 它其實是一條直線 它其實是一條這個 通過這些點的一些 通過這些點的一條直線 就是說這一條直線上面 它其實密密麻麻的 許許多多個點 那這些點的坐標呢 全部都滿足這一個方程式 也就是說呢 你S的數字帶下去 就會得到一個Y的數字 那這樣子一組 就是一個點 一個點 那每一個點 你通通給它點上去的話 連起來就是這個函數它的圖形